隋王朝创立科举制度真的是为了选拔人才吗 其实在隋朝之前就已经出现了类似科举的制度 只不过在之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实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度进行选官 通过中正官对全国人民进行三六九等的分级 朝廷则根据品级进行录用 正让很多家里有矿的人钻了空子 导致很多家是显赫 却几乎没脑子的人被评为优等 而缺乏背景的寒门则被狠狠地踩在了最底层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 一些家族长大成为垄断企业 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官隆集团 他们凭借着巨大的关系网 左右国家任用官员 并逐渐架空皇权 让皇帝非常不爽 为了能真正当家做主 隋杨帝想到利用考试的方法 跳过贵族阶级 直接掌握官员的合格证 皇帝来这么一出 让官隆贵族恼羞成怒纷纷闹事 直接让隋帝国入了土 一个老板倒下了 肯定需要再换一个领导 于是在官隆集团的优务下大唐建立 为了缓和矛盾团结一致 唐初采取的还是科举和中正并行的制度 大家还能安安稳稳地过日子 等到了唐太宗时期 对于官隆集团早就不涉眼的 唐太宗发现科举真香 因此扩大了科举规模 从此科举成为了一项重要的国家工程 到了武则天时期 又增加舞举和电视 从此科举制度成为国家血麻人才的重要途径 彻底打破了世家大族的垄断经营 给了无数哈门子弟翻身的机会 虽说科举制度早已经被废除了 但是用考试的方法来替代家庭背景跟社会地位 这也成为了最公平的选材方式 也因此如今的高考也成为了很多 哈门子弟翻身的重要途径